其實計劃 練習很重要是有一個計劃 例如我和學生上課 我不可以每次都 好,你彈吧,好嗎? 隨便吧 你能夠彈,不能夠彈 你下次再彈好一點 不是這樣的 如果他們要考試就好 就算不考試,我都會有計劃 我每年都會和學生計劃 年尾就會跟他們說 好了,你接下來一年做些什麼 如果他們要考試,我會計劃 如果他們不是考試 我就會計劃一下 你這一年想學些什麼歌 我們會談一下 大家想學些什麼 我想你學些什麼 計劃一下每幾個月學了什麼歌 或者有什麼技巧 或者他有些項目 他寫一首歌 他要整本書 你幾個月要做到這件事 他做不到這件事 他不是有問題 我們要再考試 究竟是他不勤力 或者他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再考試 但是你一定要有這樣的計劃 譬如你要考個Diploma 你不可以 我打算明年考著練 練到什麼時候才覺得自己做到呢 譬如我要三個月練到第一首歌 三個月要第二首歌 三個月要三首歌 三個月要三首歌 然後你要做Viva Voce 然後你考試完 什麼時候開始練 然後我什麼時候幫你練 寫個program note 什麼時候跟你練習 口試 然後還有給他一些機會 他要彈給人聽 我們有些課程 其實是有一個很清晰的計劃 當然 每個人的能力 是否兩年考到 或一年半考到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是這要看那個人的能力 還有他有沒有那個能力 還有他有沒有那個能力 還有他做不做事 如果有一些半台找我 我會和他要做的工作 很多因為技巧上 他不是由頭來跟我 或者如果他快的 肯定做事 那就快一點 其實就是看那個人肯定做事 肯定做事其實會很快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進來 一開始就說 不成功 很難 我覺得這輩子也不能彈 然後他真的很勤力去做 很快去做 他從來這輩子也沒有想到彈到的事情 我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都不預測了自己的能力 就算你練琴也好 教琴也好 彈琴也好 寫作也好 你是做多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只要推動一下 又有另一個人推動一下 給你一些信心 你只要給你信心 你只要給你信心 那慢慢你就會 你會震動一下 嘩 越來越好 越來越聰明 你會覺得自己有信心 有一個能力 能力 能力就是令你有信心 對嗎 信心又會有更多的能力 然後在一邊說 為什麼要有技巧 就是 你有技巧彈得好 你就有更多信心 那些東西控制得好 如果控制得好 你就會再彈得好 你沒有信心 心開彈彈一下 那些東西卡住 其實你每次想練多幾次就可以 其實不會 你沒有那個技巧去站住 每天彈出去 就算是慘了 彈不到 所以 計劃在一個練習上很重要 你想學到東西 你只要上一堂 聽老師說的 是不夠的 我究竟回去要做什麼 然後回來要給老師 什麼呢 不是坐著 然後老師叫你做什麼 我很多時候都問學生 為什麼要做什麼 為什麼你會彈好了 因為你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彈好了 有時候彈差了 那你就做不回那個好的結果 我們經常想 走到壞的琴 就是 為什麼再彈到好像上次 彈得那麼好的 為什麼那時候好像 撞彩 其實是不是撞彩的 你不想撞彩 所以你就要了解一下自己做了什麼 令到那件事發生 其實是沒有狀態 做了一些事情令到自己彈到 所以我經常叫學生 觀察一下自己 留意一下自己 做得好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心態上面 或者技巧上面 在想什麼 做了什麼 令到自己做得好 所以 練琴之前 計劃一下 你可以寫在 notebook 上 我要計劃一下 這個星期 我要彈什麼 我要練到什麼 其實很像 那些人 有餐廳計劃 我這個星期 就要吃這些 很健康的人 我也沒有 或者去做運動 我要這天做什麼 有個系統 好像練琴 有個時間 這個時間就是練琴 我就會走進去做這件事 做完就走開了 我做5分鐘就是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有多點時間 你想有更好的結果 放多點 沒有 但我至少做了這件事 你就不會心虛 不會上課 第一件事就是跟老師說 哎呀 我這個星期沒有練琴 其實有時候 不練琴 除了真的沒有時間 我們經常給她 沒有時間之外 其實是真的 你覺得練了也沒有用 如果你練了也有用 你會很想去練 練20分鐘也好 你一定會找些時間 走到琴 練一下 因為你會知道你練了 是更加好 但為什麼有時候 我不想練 沒有時間練 其實是有些 痴 心裡會覺得 練了也沒有用 浪費了些時間 試試一下 下次進去上課 再上課 看看有沒有好 你就進步不了 其實我們上課 你會很喜歡去上課 我覺得很喜歡練琴 很喜歡練琴 直到下次 我是Therese Wong 和我永宜 乾杯